Hello 大家好 決戰中華人遲了開波 不好意思 技術問題 剛剛是快照顧女王 今天新鮮滾熱辣 所謂新班子 見人辣出來了 喜歡見家翁 其實都不算特別 但大家傳了很久 沒有什麼驚喜 感覺不到特別新意 香港新的館子班子 今天正式公佈 即是777 777 帶領大家華麗登台 不過這麼熟面口 尤其是三司 三司雖然熟面口 不過三司還有暗湧 有沒有留意 其中是負責強國元 人家問他會不會做完整個任期 發覺他沒有表態 之前已經傳聽說他不會 打算不留任 但叫他做了高鐵的一地兩檢 一地兩檢的發覺問題 其實不止的 你還有這麼多宗議員DQ案都還沒完 所以他似乎是想 在律政那裡 希望能夠平穩一點 平穩過度 即是要公成之生 可以生胎 就叫做焗焗他 即是想死也不行 焗他做完 大家明白了 有些事情不是你自己做事 心裡有棋 另外那個政務司司長 是一個傳統的老官僚 我們都很明顯一件事 就是由九七到現在二十年來 每一屆政務司司長 都一定是公務員出生 先回答官長一個快問題 不好意思 因為有人很關心 呂王在哪 呂王操勞過 對他休息一下 大家不要介意 所以缺席今晚 但是有機會 如果你問一些問題精彩 各位觀眾記得 現場的 問一些問題精彩 又可以撩起雷龍條根 他可能撲出來搶麥也不奇怪 記住了 我們期待他出來搶麥 期待他出來搶麥 好 先交代幾個人 講幾個三思 剛才說到政務司 政務司 全體上都是公務員出生 結果現在也是 希望 他都是一貫 就是希望 穩定公務員系統 呂王出鏡了 哈囉 走了 呂王掛著他的子女 所以如果大家問他子女 可能呂王會出現 閃著他的子女 好了 這次政務司司長 都是挺平穩的人 這個是比較像 首先他 即使不是說民望特別高 未至於高永文那時候 但張建宗一向的形象不是很差 好官 對 被人的形象就是一個好先生 好官 我最記得一次 就是張建宗在2009年 香港東亞運 拿到足球的金牌 打敗日本那一局 曾蔭權和張建宗也有份去看 但是到頭來曾蔭權知道自己不受歡迎 怕被人去 就誤出去頒獎 就將建宗代為頒獎 代為頒獎 你可以反映 他這個是一個 挺圓滑 挺從善如流的公務員 做工做得久 但他又不是說 會有什麼特別大的建樹 但起碼他不會做一些很討厭的事情 找他做政務司司長 算是欺如其分 反而是欺如其分 但犯了他做政務司司長 等於特首的助手 其他局長很嚴重 除了強國元之外 你財金的話 波叔那個 這下就算是虛聲四氣 我們自己看今天那個反應 大部份是集中在波叔這一方面 因為這個人劏房 團地 還有以前做會計的時候 那種在別的地方避稅 還要記得他被人踢爆 又經營劏房 不是普通的老人家 介一個堂樓單位來養老 是商業式經營劏房 還有團地 然後被人踢爆之後 還說困惑我多情 哇 你這樣又做 那一段 就被新的校友割席 不好意思 對著教會 又說是行公二號聯盟 哇 你這樣團地劏房避稅 怎樣行公二號聯盟呢 白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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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五毫子大白粉那一刻也是形象大問題 他自己說當然是獅子山下 很艱苦的日子 艱苦到什麼 就是為了五毫子可以大白粉 所以 很老實 所以說獅子山下精神 有一陣子 在那個環境下 成長的這一代所謂成功人士 當他們的心理上 有一個很大的補償 需要 一旦他們有權有為的時候 就要納到盡 這是一個極限個案 但是最明顯 連單一納不是納到盡那麼簡單 最拿命的就是沒有底線 沒有底線 真的很多人 沒有底線 反映到一樣 就是獅子山下精神的高舉 到現在還在高舉 這個所謂獅子山下精神 出來的人 一個最典型的人版 原來是這樣的 而且是毫無富裕 還要抬耶穌出來過筷 才過人 他總會安慰自己 否則心理上怎麼過得去 晚上怎麼睡覺 有傳聞 這位波叔 不是林鄭的首要考慮的財政司司長 任選來的 但是據說是西環等等 想繼續他做 強烈建議 做得這麼好 尤其是拼命開支票那一刻 這樣就是很適合西環心意 支票開給誰 等於之前和胡蘇仔 喊大交就喊這件事 到底還有沒有財政紀律 所以發覺 這個波叔為何為人救病 就不只是個人道德水平 有什麼問題這麼簡單 作為一個司局局長 尤其是幫香港看著 銀包的人的話 你會發覺其實他是完全 跟以前的財政司司長 是不同樣的 對上那一刻 就是胡蘇仔 反面 為什麼 就是為了到底你會不會 好天收賣樂以柴 原來不是的 要拼命洗錢才行 把口就說適度有為 其實就是大開水喉 問題是你開水喉 開到什麼地方 你不是開到我們的公立醫院 你是扣了公立醫院的錢 你扣了醫生的錢 扣了人手 你又不是開去一些最需要的教育那邊 林鄭說不是答應了 問題是 香港是教育嗎 有可能是 所以就是說 哪些應勢哪些不應勢 你回到以前的財政司司長 你怎麼差距也好 你極其量說他是守財路 你不會說亂花錢 曾任權盜盜盜 曾俊華都是這樣 問題是這個財政司司長 就不同樣了 完全不同樣的 又要搞很多事情 要搞填海 要搞基建 要搞好多事情 總之喜歡拼命洗錢 這件事跟他之前坐的發展局局長很有關係 發展局是一個最關鍵部門之中 香港來說是一個非常關鍵的部門 因為它是牽涉到土地的規劃運用 而你土地規劃之外 你還要配合財政 例如你規劃這件事 做一個大型的基建 發展局那邊搞 搞完之後 由財政司去撥款 兩邊他都做運 所以就是說 根本已經沒有人開門口 這個真的大件事 制度上也是這樣 個人操守也是這樣 所以這個財政司司長 這個位置 我不會說這個人 這個位置 將來會是香港 一個可能隨時爆的炸彈來的 已經說了會的了 你看一下 香港現在 就是用命運共同體的 這邊又搞大灣區 那邊又搞一帶一路陷 喜歡香港給錢的 然後又搞這個 機場起三跑 總之拼命洗錢 問題是你會發現 以前洗錢 你是有一個很明確的 所謂財政的紀律 是什麼呢 你賺不到的錢 你不要花掉它 即是說以前的英國都教了 一直就算是狐騷仔 才算 幾年前的事 都依然維持了很重要的傳統 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不能夠 確認那些錢 使出去是對香港有好處 你就不如不要花了 所以以前經常被人說 守財盧 就是為這個 問題是現在發生什麼事 使出去的錢 好像不關他們的事 還有花了那麼多錢 出去幾千億幾萬幾千億的基建 然後狂泵水 已經細濕過頭 不可以不理它 超支繼續泵水 我們一般小市民 感不感覺到錢 花了在我們身上 令我們得益 我們只是覺得 我們的利益 是不斷被人抽走 以後得益的人 已經肚滿腸肥的 包括舊有的既得利益集團 包括舊有的既得利益集團 以及新興的紅色既得利益集團 才令人害怕 所以表面上看起來 好像沒有什麼驚喜 問題是當中所暗藏的殺機是什麼 只要不是就是 689其實依然在這裏 2.0 重點人物都放在這裏 所以林志英今天 對記者說 我不是快女 根本不需要她 不需要她 你明白嗎 是啊 有可能她說起是真的 原因就是 根本不需要她 做事的那班 全部都是689的 在做什麼 就做689的事情 你可能是空殼 所以她說她不是快女 沒有問題 可能是真的 無兵司令 空心無官 根本不用你做快女 亦可能 但亦都反映了一件事 我們看到這20年來 有哪一個行政長官上任的時候 第一件事就跟別人說 我不是快女 阿董不會這樣說 阿曾不會這樣說 阿曾不會這樣說 689不會這樣說 因為他們不需要這樣說 他們真的有權去做 現在林鄭似乎 就真的 此地無銀 另外有觀眾 就提到一個很過癮的問題 就是香港的財政紀錄 是什麼事 還說這件事 這位觀眾就說 是不是要乾堂才收手呢 這件事很錯 剛剛說財政事 下野政策 諸如此類 其實大家小心下野 根據中共的經濟習慣 不是抽乾就算數 是要你揹凸 想清楚 要香港幫中共揹凸 不只是捐錢那麼簡單 香港最好利用的 什麼家科 經常說香港金融中心那麼重要 緊要在哪裏 大家可能細節沒有留意 最新搞什麼家科呢 就是在講債券通 想清楚這件事 也就是說 當中國本身已經向外借錢難的時候 那找誰幫他借錢呢 等如 如果我已經是一個難倒椅 到處借到爆了 沒有人肯再借給我 有個水魚 來養一下牙義氣的 他幫我借 就行了 那我就有錢去賭 情況就是這樣 所以整天有一個人 什麼超級聯繫人 諸如此類 說得難聽些 你只不過在幫人揹掃 什麼家科聯繫人 你想想 剛剛上次說過 發國債的事情 縮了水 縮了皮 還要發美金 國債 人家都不相信人民幣 大家明白什麼一回事 其實中國的信用評級 是十級而下 所以他不信也好 不喜歡也好 另一回事 客觀結果是什麼家科 你信用評級跌 你就借錢難 就這麼簡單 你已經揹發燈了 GDP幾倍 結果可以怎樣搞 就是借香港過招 所以一定要捉香港的亞投行 一定捉香港搞債券通 一定人民幣國際化 靠香港 講那麼多話 來來去去多一句 就是圈錢 圈錢 所以不要以為 拿乾拿正香港就算做 香港所謂集合聯繫人 那一刻 其實很愚蠢 做了別人擔保 水魚 水魚 幫他揹上錢 嘩大哥 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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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貓拆台 這是二五貓 這隻貓 你剛才說的是公家錢 其實香港銀行私底下 已經借了很多錢 給上面的企業 其實金管局已經發了警告 說你們這些傢伙 過敏感 你敢不敢追債嗎 你沒得追 你有沒有抵押 是沒有的 當你有抵押也沒有用 你知道為什麼 最簡單是個案子 所以說你那些是第一回事 那些傢伙自己不醒目 這些做官的不醒目 我們死給你看 你就想想 很出名的 所謂基金愛股 又是賣牛奶 和香港 居然忽然之間 老闆不見人 然後還未夠絕 老闆不見人就算了 你現在是賣牛奶 居然牛又不見 你知道什麼時候 在東北看了 然後 還有二十四億現金 可以見鬼了 好了 你說有擔保 有抵押 諸如此 按所有東西給你 又如何 結果可能都是假的 而且牛都沒有 牛都沒有 賣牛奶 然後二十四億現金 不知道去哪裡 你說 你現在追 怎麼追 叫你再坐一會 不要追 以和為貴 這牽涉到香港的金融安全問題 是啊 我們記得大約 說十年度一次金融危機 我們是否一定十年不知道 但是已經可以肯定 在今次的金融危機 本質上有一點不同 為什麼呢 暫時還未發生 今天是風險 以前是不一樣的 什麼加科 就是 為什麼國際評級公司 忽然之間 將香港的評級向下降 香港原本沒有什麼 關鍵的那一句 是什麼加科呢 就是說 你和中國的經濟關係 太過緊密 當然 於是 波叔出來 又反枱 又說什麼三流分析員 跟這個中國偉大的祖國 那麼緊密 是好事來的 沒有理由降級的 這人是不懂得金融的 他管財政 你不死 金融就是這麼簡單 風險高 你的關係越大 你的風險都高 你跑不掉 這一下子 否則金管局 已經出了警告 你的銀行 麻煩你留意一下 中國的風險因素 你借這麼多錢 就會出事 那你爆完一宗 又一宗 牛奶 又不見鬼了 那下次你還想要什麼不見 我不知道 結果銀行的私人錢 不是公家錢 都會不見 一字那麼淺 問題是 這位波叔 是非常愛國的 我不知道他愛不愛錢 他肯定很愛國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找他來做財政司司長 那些鬼佬第一件事 他肯定很快就降級了 就是說 你的財政司司長 肥佬 不合格 不懂財政 就這麼簡單 這是一字那麼淺 你想想香港政府賦房的儲備 大約一萬億港元 外匯基金那裡大概三千億美元 世界最有錢的城市 為什麼會降龜呢 一定是外面有一塊很厲害的東西 因為內部沒有東西 一定是外面有一塊很厲害的東西 而你跟他的超級負責 你捆綁了 是不是 一定會被他拖環落水 你喜歡命運共同體 好了 根據我們過往二十年 因為剛剛二十年 政權現在二十年 我們也會多少回顧 每次有金融危機 最重要的財金官員 一定要站出來 背非和推一些緊急的政策 來頂住 曾蔭權 無論如何都好 他都真的那時候站得出來 現在 波叔如果面對一個比當年 我肯定如果有金融危機 一定比當年更厲害 他 他怎樣應付 你對他有沒有 你覺得他有沒有這個信心 有沒有這個能力 所以說從陰謀論的角度來看 為什麼西環說 北京這麼喜歡波式財政司 那麼多官員當中 唯一一個是不懂財政的 最好控制 不是最好控制 他自己心甘命底自願獻身 控制都不用 他自己撲起來 這樣才正 這樣才正 無人駕駛 不用駕駛 他自己撲起來 無人駕駛 有什麼好過別人 拿錢來獻身 所以人同此心 為什麼網絡上 這麼多三司十三局 等等 不是太多人關心 讀這個財政司 那個位置 特別多人關心 你完全不明白 不是單純他個人的財政司 你真是以為香港的人是白癡的嗎 這是很常理很基本的一件事 真的不要以為香港那班傢伙是白癡 你 就算決戰中環 很簡單 尤其是中環賺錢那班傢伙 金融肥貓 精脫尾的 你不是跟我說 連那麼顯錢的東西都不知道 問題就是不知道 那個傢伙 你叫波叔 好老實 表面上怎麼給他面子也好 我們中環那班兄弟 晚上喝酒的時候都笑咎他 可以利用就繼續利用 因為那句 你大勢所出去 你沒什麼好做 那可以怎麼搞 就找一份 不是怎樣的 你想我們怎樣 沒有什麼可以怎樣 即是你將來香港如果是面對 內外的一些金融危機 除了面對公共財政之外 香港的銀行又借了那麼多錢 而又沒有辦法 將那些錢回籠的時候 整個銀行體系出現危機的時候 你一個這樣的財政師 怎樣去應付呢 你可能會崩潰的 香港真的一夜之間 真的 為什麼呢 其實歷次的金融危機 都避免不了 你會有一個所謂崩堤的風險 崩堤就是決堤的風險 會在哪裡呢 Hello 就是銀行系統 所以為什麼就是說 不好意思 為什麼就是說 每一次發生金融危機的時候 你會發覺政府 是毫不手軟 即時動手介入的 即是說如果銀行會擠提的 政府即時說借錢給你 確保你不會爆煩 如果你有機會爆煩的話 借錢也不止 他可能會充公你的銀行 做過的啦 做過的 沒錯 確保什麼加坊呢 不可以在金融系統裏面 系統裏面崩堤 因為你一崩堤 就大洪水 大家攬炒 攬著死的 所以說 其實香港政府那塊錢 就不只是看著自己的錢 那麼簡單 其實是要看銀行系統裏面 那個擠提的風險 所以他一介入市場 一拯救銀行的時候 跟著你便犯了 所以我們看到港英管治的時候 都不是沒有試過有銀行危機 從六十年到八十年到都試過 他也是即時去介入 一下子拯救銀行的信心 是毫不守怨的 我們也不只是說港英 去到零八年金融危機的時候 香港也是一度有傳出 某一個東亞銀行有事 那時候經過東亞銀行的時候 已經有小型擠提出現 有過百人在某一間 在西灣河的分行排隊 而當晚的特區政府 已經說會全力支持銀行 背後找大媽撒入股 買東亞的股票 然後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百分百存款保障 之後的信心穩定下來 才變成五十萬存款保障 大家記不記得 所以這些當時的處理 相對來說還是比較有效和快 但是現在這個財政司 這樣叫做無人駕駛的時候 他是完全不懂的 這樣就令人害怕了 分分鐘他如果亂說一句話 少許擠提就馬上崩潰 所以就是為什麼會 有些觀眾問這件事 會不會是波叔 有痛腳被六八九拿著 要他怎樣就怎樣 當然不是啦 不是說他本身有什麼黑材 給別人拿 大家深水清留意一件事 當年波叔 是選過立法會的 記不記得 是2008年的時候 是有一間教會支持他的 不知教會那麼簡單 他是功能組別的 是會計界功能組別 兼有教會支持 是波叔 一向都是自願做爛頭 衝出來做愛國分子 不關六八九事 六八九才可以找他入局 是因為他隨時比六八九更愛國 OK 不要調轉了因果關係 大家深水清算一算 團地 那時候有什麼時間 六八九都說 N屆都不選的時候 他在做什麼 基本上波叔自己 就興奮到爆 他主動要做這件事 大家千萬不要誤會 要六八九抓著這麼多寫線 不是 波叔不是寫線公仔 他自己湧過去 不用扯 所以搞清楚 這因果關係 千萬不要誤會 所以變成就是說 其實以前 肥棒就講過這句話 香港不是死在中國手上 出賣香港的 永遠都是香港人 明白嗎 他英國人 是十分了解香港 十分了解中國 還有 你剛剛說英國人 千萬不要由英國派來的官員 由港督到其他官員 都是純粹聽英國倫敦政府辦事 不是 他們在香港 管治香港是他們的事業 他們很多是為他們自己分內的香港 和倫敦撐得好行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又 所以你說現象還現象 有很多觀眾可能忽略了這件事 就是我們不能夠 使用中國人那套方式去理解英國佬 因為英國佬裏面有一個很過癮的概念 叫做信託關係 明白嗎 信託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委託了一件任務給你 資產也好 這些權力也好 當這個委託人 交託給你 受託人 去執行你的任務的時候 其實他是要忠於那個 受託的對象 這些就是信託關係 即使是英女王 點了誰來香港 上班 做這個 當年的報政司也好 財政司也好 當他受到英國政府的委託之後 關係已經變成 他的信託 優先照顧對象 其實就是香港 因為那個任命就是叫你照顧香港 所以為什麼法國客觀後果 為什麼英國派過來的殖民地的官員 會跟英國政府對著幹 甚至不聽英國話 為什麼呢 因為他優先就是看信託關係 明白嗎 所以這種所謂的效忠 不要以為大家是死忠如忠 只對著王權的效忠 他效忠是有兩層意義的 他效忠的委託 但是 由於你所受託的對象的香港 所以他們效忠的表現方式 就是照顧好香港 如果大家不明白別人的文化的話 很難了解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 你說回中國的思想 就是中央集權 既然香港那些只不過有一個小小的地方官 當然就向中央負責 你們這些是受統治者 我當然不覺得對你們這些人有什麼責任 我只是對北京有責任 很過癮的 為什麼呢 這種意識是完全不同的 這種意識 你現在的意識都是這樣 但是阿洋又讀歷史 你看看以前那些讀書人 真的考了功名之後 真的受到委任 即狀元 下去做地方官 他真的做地方官的時候 他如果真的跟回自己那套做事 有些人真的有良心 你看看柳中元 蘇東波那些 他真的去做地方官的時候 他真的要優先照顧地方 所以你會發覺 不是說他真的只是對著朝廷效忠 因為他是以民為本 其實有小小事情 這方面你可以說中西互通 但是近代是不見了 很重要的一件事 近代是不見了 因為官員要照顧地方的利益 因為那種事新制度 顧自然 顧自然 其中一樣 另外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 天下不是獨獨天子 沒錯 很重要 但是近來1949年之後 你將傳統士大夫的氣節徹底剷除 你沒有底線 但是你將奴才文化發揚光大出來 以權為主 以權為主 徹底的中央集權和徹底的奴才化 才會變成現在的局面 徹底集權 所以你說 宏洋中華文化 宏洋好的方面就行 你如果將好的方面斬了 所以那些推上來 就變成現在的局面 就是亡天下的局面 亡天下局面 固自然 所以就算在英國人的年代 你還看到有少少中國的傳統文化氣息 什麼加科呢 就以民為本 所以英國人的那個年代 就算怎樣說他獨裁也好 或者說他殖民也好 結果你發覺有很多遺民的措施 為了什麼加科 難道這些人有選票 起碼不只是為選票而做善事 想清楚這些事情 所以你發覺英國人做的事情 不一定是完全基於好心不好心 他有他的功利計算 不過在功利計算的同時 就有一個很客觀的社會效益出來 所以變成別人都不是愚蠢 最簡單的一個比較 最近一個熱話就是 五一元紙皮那裏 如果你是 即使不是紙皮 是普通小販 你自己看看 在九七前 我們要晚上出夜街 到某一個終點 食環的人都不見了 條街很熱鬧 有些類似小型夜市 逢年大時大節放假的日子 他又不理會 不會去深水埗桂林街那裏掃檔 更加不會搞到他旺角掃魚蛋 所以大家 搞到暴冬 尤其是年青、九七那些 未知發生什麼事 客觀的效果是什麼 不是說做官的那些人 故意偷懶 假期不上班 或者過了某個時辰不上班 而是說網開一面 是的 有些地方 你是要疏度的 疏度的 你讓他休息一下 麻煩 你趕著他 沒辦法趕著他 他一元都趕著他 應該都很過癮 其實為什麼 你看到七十年代 小販政策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因為經濟蕭條 你找不到吃 所以他才開一隻眼閉 讓你到街上賣東西做小販 如果不是 你連自力更生的機會都沒有 所以不是說 英國都看著法律死光 就說 要所謂依法 就什麼都做到盡 他總會有小小事情 執法上的所謂著情權 著情權 著情權是用內部指引來講的 就是說 有哪些是盡量不檢控 有哪些是優先檢控 其實是有內部指引的 他不是法律來的 問題是這些日積月累出來的 加科 就是所謂善治 管治的善良就是這樣來的 管治理念 有不同的 沒有理由搞到 接到投訴就做 你試試投訴水貨客 左階 整到周圍骯髒 你投訴我不做 你投訴有爛屎 他就剷了你的樹 剷了你的樹 投到木棉花 木棉花令我敏感 那是爽鬼 然後 一元賣紙皮 六個人圍老婆 圍老婆 圍老婆 笑死的 逮她回警局 34元在身上 罰你30元做捧食 所以你發覺這些 按摩的事 英國人的年代是沒有發生的 不是英國人特別聰明 而是英國人知道 自己有些事情 不能太蠢 你明白嗎 是 還有你自己說 食環處 為何會有食環處 另外執法 六七暴動之後 英國人知道 他的擅自方面 做得不好 不可以 不讓警察管小販 即是不能用駝槍的 不准你們群人收片 減少收片的機會 就是官民衝突減少了 是緩衝來的 是緩衝來的 那你現在食環是成管化 就善自變了惡自 是呀 又善變了惡自 一聲說 依義法就變了抗權 變了集權 那些你用中國的法治那種邏輯 就是秦始皇那種法治邏輯的話 你當然是不可能管到香港 陰公 所以為什麼就是說 那個那個 你現在伸出的那個班子 你都還有少少還OK的 就是什麼東西呢 始終骨幹的大部分是 那些人成員呢 都還是政務官出身的 是 反而是私希望 是英國老時代出身的政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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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人家習慣了行政上 管治上 起碼有少少少 common sense 有些規矩 有常理 有常識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希望的問題都不大 但是甚至心寒的 就是主要的政策官員 那幾個人 尤其是私 政司 財政司 這些是好的 死得人害怕 是 我發覺政務司司長那邊 沒有什麼人說 真是財政司那裡 真是個個聽到 都搖頭探飾 和心寒 做賊就開心 隨時打劫 但是其他十三局那些 相對來說 那個反應也不是太差 當然不是特別好 起碼不會一聽到 就說 吳克劍留任 沒有什麼 問題就是 教育局也是一樣 又有人拿回這件事來炒冷飯 就是說 蔡女士 選議員 選不到 然後 又做官 教育局 他有機會做 全民 有機會做教育局的副局長 蔡玉聯女士 問題 不要說是宜中流程 但是 看回 他不只是選舉輸了 這個問題 事實上 他原本就是教育局的 他下海不再做教育局 而是出了去做校長 選舉輸了 說得難聽些 非戰之罪也 他不是從政的 他不是政黨人 也就是他沒有裝腳的 教育局弱勢 在這樣的情況下 選舉輸了 我覺得無後非 反而反過來就慘了 反而如果他當年 這個蔡女士 不是參選 反而什麼事都沒有 如果他繼續做他的教育專業 甚至是做一些壓力團體 甚至是政治團體 暢以某些政策也好 只要他不是真的選舉輸了 反而就少了 沒有污點 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所以大家吵還吵 有些事情要留意清楚 所以他可以回到政府做 不是因為他選舉輸了 是因為林鄭 用回他傳統邏輯 這個是傳統AO出身 還是那個專業範疇裏面 浸了幾十年 這個呢 為什麼會這樣 蔡玉蓮 我們不是對他有什麼特別的 或是 沒有煩不煩 只是說過程問題 聽回 我跟教育界都有接觸 聽回他的口碑其實是不錯的 不錯的 但問題 問題是為什麼人家會說 你選輸了就 就是因為有個劉光華 做民政事務局局長 這是害人不淺的 為什麼會有小鳳姐有邪 變成一個指定動作 就是由他來 輸了那一段 那些人就是他沙田的那個 八事處那裏 開香檳 播小鳳姐那裏 就由他那裏來 問題是 劉光華從來都是從政的 撞鬼 還有政府那時候 做得欲酸 你輸了就給你一個副局長做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 然後一夜很侮辱性地 兜走了曾德成 然後 又是多謝六八九 多謝六八九 扶他上去 扶了劉光華上去 劉光華的公眾形象 真是不好的 曾德成比他更好 曾德成你不需要 再拿命一點 要在比較之下 人比人比死人 就算兩個都是建制派 大哥你選 嘩 你不能跟曾德成比 曾德成、曾慾成兄弟 跟正苗紅不得止 堅決抗爭 凌予坐牢 都不 坐港英的政治監管局 講笑 結果 你用侮辱性的方式 踢走曾德成之外 你推劉光華上去 劉光華的背景又是 不斷跳槽三聖家奴隸 張飛藍呂布 呂布也叫做好打得 頂你這位 這個打輸了 專門來起人美注 你想一下 根本完全沒有公眾形象 怎麼會說 蔡女士很不幸地 就是被劉光華拖累了 就是被套在這個框框裡面 多不值 所以其實又是那句 如果說這個政治班底 聰明一點 有一點政治敏感程度 不要亂出風頭的話 反而少很多麻煩 還有你做特首做頭的 你不能夠亂委任一些 以政治酬庸的方式 亂委任一些人進去 像你劉光華那裡 一錯了 你就連累那些 即使是根正苗巷得來的 公眾形象比較好的那些建制派 都會拖累 所以這是一個信用問題 明明一樣 信用不是銀行借錢那麼簡單 政治信用 有很多時候是一種很主觀的感覺 人家覺得信你不過 就是信你不過的 不是在於你具體做了什麼 家科 有時候是YouTuber Association 就是這些 你不怪的 政治就是這麼現實的 你不要想 政治問責局長就是這樣 你不是公務員 有很多時候 真的不明白那些人 提出政治問責的時候 明不明白什麼 叫做政治問責 他根本就不明白什麼 叫做政治問責 結果好像就出了事 就沒有什麼問責 總之一班人 出了事就集體負責 好像都不用集體負責 最近你只是看一下 那個人仔 那個姓蘇的那個人 黑貓哭老鼠 好感觸 原本我都想說要三個電視 爬頂這個廢 就是不關我事 他覺得不關他事 卡片騷擾 他覺得不關他事 他覺得很冤枉 大哥 你頂啊 你負責這個位 你做得這個位 你不要叫冤枉 所以就是 那些人仔根本不明白 什麼叫做政治問責 然後搞政治問責 就是大家不負責 所以變成這一下 你不怪的大家 信不過政府 所以這次就很淒涼地 林鄭就揹著三條七出來 那第一個班底 唯一所謂可取的 絕大部分 有一件事沒有說錯 埋位就做了事 原因 大部分 都是原本那個 所謂 政府裡面的崗位 升級 很明顯 他是想減少震盪 減少震盪 減少震盪 問題是 我又不知道 他可以做得多好 因為 如果你找張建宗 做政務司 看著政府幫人做事 而絕大部分 那些功能的系統 醫療也好 福利也好 那些東西 都是做習慣的去做 可以 沒問題 可以 最令人擔心的 就是那幾個人 尤其是財政那個 財政也好 法律也好 另外還有 沒有啦 夠死了 已經 夠死了 政制的 那裏很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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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都是 他人大 是啊 不過這樣 政制那裏 都叫做 暗 暗洗了一招 林鄭 其實之前有透露的 不開玩笑 其實說了 時機不成熟 未必可以 今屆重啟政改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政制那邊 就是虛了在這裏 稍後 遲些極其量 都被人叻叻 你說 為何不重啟政改 討論 但是 覺得林鄭 不會這個時候 暗粗來 重啟 甚至好像 689 對著幹來搞 應該都不會 但是問題是 有兩件事都會比較 尷尬 第一 23條會不會搞 這是第一 這肯定是 很大壓力 武安局 和律政司那邊 另一件事 就是 國民教育 你怎麼搞 因為教育局本身的威信 我可以這麼說 在這麼多局之中 就算不最後 一定是最後 沒有 破了產 你又是楊潤雄 雖然 公眾凝聚沒有不黑見 那麼討厭 但是你要一個 威信 和過產的教育局 現在是處理一個懶貪子 他還說到一定要同推國民教育的時候 你怎麼做呢 所以這兩個炸彈 很可能 在教育局 和保安局 推23條的時候 就會再來 會 所以這個 最大的政治風險 政治風險 其他都會衍生出來 財政風險 和金融風險 就是在 另外一件事 為什麼這幾個位置 很頭痛 就是 教育的時候 原本的問題也不大 說到這麼大 說反港獨 搞這個 中史 中國人認同 多德前 吳局長 多謝了 現在美國7月1號 還是吳局長 真是多謝了 他是唯一一個 能夠左不分左中有政治立場 階級年齡全香港 是啊 建制派都在吵 你不如早點走 我賠錢給你走 建制派 林大輝也說 黃坤余校 還有教聯會 幾個屁信 哇 罵到 你撿了他 你這個教育局就撿了他 真的是 你令到人家 真的沒有辦法 撐得下來 教聯的建制 不要忘記 所以楊潤雄 真的難做 那就是爛攤 所以變成有一個 有可能的物家科 如果林鄭發揮 如果他做官的 聰明女的習慣的話 就叫做雷聲大雨點小 極有可能去訪 做得好似好似大陣 但結束可能沒什麼 原因就是這個炸彈 你怎麼拆 他有沒有這樣的政治手腕 這個就比較 他做了幾十年官 可以的 問題是他會不會真的這樣做 這個還是存而未知 雷聲肯定很大的 沒有辦法 你今天要做政治表態 沒有辦法 你這裏拿拼書 那裏拿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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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搞國民教育 你不回應一下 會死的 即使他不出大件事 會不會有什麼創新的事 做到可以複為民開 又比較難的 舉個例子 創新及科技局 是最後六八九要成立的 楊偉雄 即是 見過 即是見過 所以就可以做那裏 沒錯 他真的見過 比神婆再高級 不用問米 羅蘭姐也走到一旁 他真的見過 很猛的 這是另一樣 但你怎麼創新呢 因為香港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算你沒有北京的指手滑腳 本身香港有太過多巨大的利益集團 你要動它們的時候 即使它們不是最厲害的那班 你都動不了 原因就是 任何創新都必然衝擊現有的既得利益 這是很常識很常理的一件事 你只是Uber 用新的通訊手機科技去叫車 共享經濟 無論是科技 定益或是經濟 都是創新 是不是 你竟然 沒有辦法做 還要政府 要幫忙 為了維護的士的既得利益 主要是車主那邊的那些 高排費的既得利益 打壓Uber 繼續令到香港的的士服務業 沒有辦法進步 是吧 蓋旗 講粗口罵 乘客 報宴 撞客 層出不窮 為何 香港真的沒有這個科技 沒有這個能力去改 不是 你的既得利益集團頂在這裏 政府不敢動 連的士都不敢動 用不敢動這個才是過癮的 你看看英國佬什麼時候是不敢的 行政主導看這個 當他不受這些利益控制的時候 就是這樣 有時候這一句踢爆 大家明白什麼一回事 所以變成你什麼叫做香港人 自己可以自主 我看不到 原因就是 以前英國佬還說是相對超然 現在做官這班傢伙 不知道為什麼很不超然 可能最重要是 最重要是不要出什麼大差錯 不要出什麼大差錯 出什麼大差錯都不要緊 好像吳克賢那樣 我老臣在在就行了 退友包 上英 繼續去日本 其實日本應該要找他做親善大使 他花不少錢 拋身出來宣傳日本 這個大有可為 他退下來 他形象很鮮明 一說不行 大家即時就想起他上櫻花 沒有人比他厲害 去旅行去到盡 都不夠他那麼盡 有個好位 有個好位 打張好牌給他上 旅遊事務專員 為什麼不行 做教育局長不行 我們不要因人廢言 搞清楚 旅遊事務專員 人家是找旅客來香港的 不是送旅客到外面給錢 大佬 搞不定 不好意思 他可能找更多大陸的旅客 如果是這樣 我想外國各國政府 撐著請他 不關他們的事 大佬 要打他就好牌給他上 好牌 肯定哪個旅遊廣告 都不及得他那麼有說服力 他那麼有私力 而他的旅行理數 可以環遊地球幾個圈 可以超過世界任何一個外交官 外交官都沒有那麼多 林鄭這個班底 大家密切留意一下 大家要分析 不要完全反感 這個真的不是幫他固埋 因為他的思維模式 還是用英國人留下的那一套 還是用他那個 管治那些人 是循序漸進上去接位的 所以不論是教育範疇的人也好 醫療的範疇也好 其他各個範疇也好 都是循序漸進上去的 應該就出不了什麼大事 唯一出大事 反而反過來有幾個重點位 就像剛才所說 財金會發生什麼事 憲制會發生什麼事 教育會發生什麼事 這幾個大範疇 要留意一下 但我猜一件事 大家可能讀一下 極有可能 林鄭教育那邊 是雷聲大雨點少 虛防一招 然後 沒有東西落地 極有可能 另一個值得留意的就是羅志光 你有兩個羅志光 一個是智力的字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另一個是智力是智慧的字 公務員事務局局智慧的字 另一個是智力於做某某事的那個字 引致那個字 就是由民主黨已經退了 轉了去做羅功及福利局局長 這件事就等於張炳梁 類似 找一個傳統泛民的人 進來做局長 但相對來說 不會太離譜 原因就是 你泛民這傢伙 他原本就是看民生福利 你說他左一點也好 但也不會心怪他 兩位都是學者 以前張炳梁也是學者 這個羅志光 就是 勞工福利局局 這個 有少少不同的 畢家科 張炳梁你說他是 學者也好 怎樣也好 他不是真的實際的 所謂操作經驗 很不同 如果你看看英國佬 那時候派過來的人 有很多真真正正實際的操作經驗 就是坐那個位置 不是派一個學者過來 就算數 甚至有少少講遠一點 當年英國佬派來的財政司司長 有多少個學者 沒有什麼 有很多人做過金融 做過銀行 甚至可能做過政府裏面的財政位置 才來的 學者是一個顧問的 實際操作 是很有經驗的 而樣子沒有講錯 這是很真的 而當年英國佬發明了 中策 中策會 其實就是一個智囊團 在那裏給學者 專家去給予意見 所以中央政策組 真的是智囊 專家要擺在那裏 就不會把學者拔出來 擺在政府 沒有所謂的旋轉門 想清楚 因為做學術 和實際的行政運作 政治操作是完全兩回事 沒錯 政治操作很重要 我們看看香港學者從政 沒有一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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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英國佬很清楚 學者做顧問的方式 他們將他們的專業意見 給了實際操作的行政官員 而能夠將學者的知識 應用在行政和政策上面 就需要這些有經驗 有比較圓滑手段的行政官員 所以這次也可以看到這個側影 你看林鄭的手勢 除了說你的政務官順序佔上去之外 你會發覺他現在都拆了中拆組 這一下大發言得 大家反而沒有留意 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預料了一定的大發人心 就是中拆組先前 就被人招攬一個做打手的 記不記得 那幫打手很不行 很難看 人事又要你管 就是我要那些什麼家伙 那些公職人員 有一個人 我不知道太上皇 是凌駕公務員的系統 說要他看過 你才可以任命他做公職 嘩 但是 你做打手 你都真的打得才行 你倒回自己 很賭蜜 他最擅長的是 山下水喉 不給研究經費 大學做研究 還有專門說黑人憎的事情 是啊 他自己做了研究 沒人看 做了一些不爭的事情 中拆組你發覺 即使是這些 所謂智囊組織 林鄭也有動手做事 即是換了人 換了人 我們自己看回智囊組織 有可能六八九的智囊組織 因為 有佔中 就搞不好 他們 就真的被北京覺得 真的這幫人不行 要換馬 很可能 我感覺 董那邊的智囊組織 最近這兩三年都很活躍 有可能 就由董那邊 增加他的份量 就取代這幫 不能打的那幫打手 你知中國的 中央造市的模式是如何 其實如何把錢調給董呢 就是買出他的公司 三百億 董建華忽然間多了三百億 身家去哪裡花呢 給錢當然有意見 所以 其實整體部署 林鄭做了一件很過癮的事 就是把界線分分清楚 有沒有留意 我資訊你還是資訊你 你不要說你坐進來 指討我做事 兩回事 這就是行政主導 所以 側影看看 林鄭做這幾件事 手勢 是有道理的 還有董 我們剛才說回智囊 他會對林鄭發揮多少影響 不知道 近幾年 我們看董的團結香港基金 你認不認同董一件事 但相比於六八九的智囊 很多 他找的人的公眾形象 大家都知道六八九是找什麼人的 金毛都出馬 派錢你不要去那些 流動公司 什麼形象都沒有了 你用偏門的手法做 你都做得好看 乾淨 好看 所以基本上 連好看都說不上 就爛了 接著五星期 都說 其實是犯法的 你這樣污損國旗 是犯法 你都可以拿出錢 請那些人做這些事情 所以就是 倒米 政治水平一看 你看操作水平在哪裏 六八九呢 連土共都不如 你明白 這樣想下去 即是說 六八九那邊 真的沒有什麼人支持他 沒有的 老董那邊 你說他老猛懂什麼 老董那邊 反而是比較多人 願意 聽他拼下旗 都來支持你一兩句 所以相對來說 就是執位 肯定是執位 就好一點 所以你說斬了 六八九的那個智囊團 絕對是不意外 你不要當北京蠢 到繼續有這番頭 我想阿爺都很頭痛 從未見過這樣的局面 沒見過 他們北京拿拳的自己 都應該想一想 我們真的 二十年前 香港人 未政權移交之前 香港人很愛中國 真心愛中國 就算不愛中國 都不會 去叫什麼 港獨 所以不就是 過癮在什麼 加科 統戰和鬥爭 是兩回事 有沒有留意 現在所謂撥亂反正 除了林鄭 撿回政府的事情 之外 你可以看到 北京都撿回政府的事情 走回正常的統戰手段 而放棄了鬥爭手段 這個呢 還有一件事 就是 政治意識形態 都是沒有變 手段可能軟了一點 手段會變 手段很靈活 但是意識形態上不變 你香港的局面 仍然是一個死局 他仍然覺得 香港人會和你作反 其實香港人 根本不是要和你作反 香港怎麼會搞到 你九七之後 才搞到 每個人都說不愛國 要和中國人身份割裂 他應該檢討一下 在英國時代 從來不會發生這些 英國佬自下百多年的香港 是香港人最愛中國時候 而這二十年 是新一代香港人 想和中國人身份割裂的時候 在香港歷史上從來沒見過 新形勢 你不要說是英國人的殖民式教育 他們都沒有受過英國佬 那時候還沒出生 他們這班年輕人在抱怨 英國人統治的時候 我們還沒出生 想不到那個福 那他們怎麼給英國人教育 大哥 用一下腦 就算年輕人點錯也好 他為了錯就錯 怎麼加科 他是用這個想像的空間 去連結了英治時代 他只是用他的主觀想像 去連結了英國的殖民時代 而他們兩個之間 是沒有實際關係的 完全沒有 所有的麻煩是九七後出現的 尤其是六八九字下 鬥爭為干預的 尤其是近這五年 正確就是這五年 正確就是這五年 所以你這五年衰得這麼厲害 你要撥亂反正 要用更加多的氣力和時間 不知道可不可以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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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看回他這一群的人 鬥爭型的人 真的沒有什麼 都是比較平穩型的人 沒有什麼創新 為什麼林鄭講 搞什麼國教 有極大機會 是虛妨一招 極大機會 蔡若蓮基本上 不會這麼傻 他做過官 他知道什麼事 有些人不可以這麼操勵 所以我們大家在罵什麼時候 我們有時候不妨客觀看看 他那個個人 還有看他做過的事情 所以不要只看熱鬧 有個外行看熱鬧 內行看門路 到底這幾個所謂問責官員 和他的班底 劉以馬的班底 是什麼人 是什麼手勢 什麼所謂的旺跡 我想大家值得搬出來 慢慢看清楚 我先留言都未遲 OK 今晚時間 可能真的有些限制 不好意思 如果不然 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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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